OK 所以呢 这一切反映了 到了2023年 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很多人可能他还没有意识到 还在赌这个美联储降息 这个只要这个硅谷银行保了 我死给你看 美联储就要降息 结果一看这个标普还在 标普还在四千年左右 美国股股票市场的估值 还在历史的均值以上的 在一倍的方差之外 那么我们看一下美国经济 是怎么样表现 我们一些经济的领先指标 是怎么样反映美国经济周期的运行 图上了几个图 因为我长期做这个经济周期的量化的分析 有人把我叫做这个周期派 那么这个经济周期的理论 我们通过量化模型的模拟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一个实体经济里头 经济周期是怎么样运行的 以及在经济周期运行的时候 其他的宏观经济指标 是如何反映 经济周期的运行的 同时在我们观测周期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说周期的力量 是你没有办法抗拒 因为在周期运行的时候 我们观察到 所有的宏观跨部门的经济的变量 有规律的同时的向同一个方向 以既定的节奏和频率运行 这个当这个浪潮袭来的时候 是没有人可以抗拒 我们看一下 图上蓝色的线呢 是我们对于美国经济周期的 一个量化的指标 那么这个指标呢 综合了美国各个经济部门的一些数据 一些领先的数据 然后呢我们进行这个一些量化的 绿波的降噪的处理 我们看到呢 蓝色的线 清晰的反映了在过去 二三十年里头 美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情况 那基本上就是三年左右 我们出现一个经济的短周期 两个三到三点五年的经济的短周期 形成一个 七到十一年的经济的中周期 对吧 以此类推 所以呢 最小的经济周期的单位 和短周期的单位 大约是三到四点左右 在每一个短周期里头 经济从底部运行到顶部 再回到底部 大约经历三年左右的时间 在我们做了这个指标的量化之后 我们把这个经济周期的指标 和美国各个部门的宏观经济变量 我们做一个比较 我们看一下 他们是否高度相关 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的经济的周期指标 是否能够解释 其他宏观经济部门里头 宏观变量变化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做上途 我们把我们的经济周期指标 和美国的S&P 这个标普的年化的收益率 红色的这条线 我们做一个比较 我们看一下 高度相关 左边中间的图 是我们的经济周期指标 深蓝色的线 和标普全体上市公司 EPS每股盈利变化的情况 我们做一个比较 看一下高度相关 左边的下图 我们蓝色的经济指标 和经济周期指标 和美国的 和美国的工业产值 IP Industrial Production 我们做一个比较 右上图 经济周期指标 和美国的产能利用率 我们做一个比较 右边中间的图 我们的经济周期指标 和美国的经济领先指标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 我们做一个比较 下图 蓝色的经济周期指标 和美国的资本支出的计划 的变化的情况 我们做一个比较 我们看一下 每一个图 我们展示的 都是一副高度相关的相关性 OK 同时请注意 在这些 在六个图里头 在我们精选六个 我可以无穷无尽的 重举 我们的经济指标 和美国 其他的宏观经济部门 高度拟合的情况 但是这六个图 我们精选出来的是 美国的股市 由S&P 标普500来 代表 美国的盈利 由标普500 全体上市公司 每股盈利变化的情况 来比较 美国的工业 有美国的 Industrial Production 有工业 产值 总量 我们做一个比较 产能利用率 工业运行的情况 经济的领先的指标 还有资本支出计划 其实它是一个设计 这是一个填表的 一个调查书 你看一下 从金融市场 到美国的实体经济 到上市公司的盈利 到美国实体经济的调查 以及实体经济里头 产能利用率 这里既有量 也有价的变量 那么 跨部门 每一个变量 无一不展示出 和我们经济周期指标 剧烈的相关性 那么现在 我们看一下 结论是 美国的经济 周期指标 就是蓝色的这条线 正在快速的下行 在这个时候 在周期下行的时候 就是风险凝聚爆发的时候 也是美联储 每次加息 把美国的经济 加暴的时候 有人很不信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 包了三家巨大的银行 过去一周 两家 美国银行的 破产 是美国银行史上 最大的两次 第一大是在 08年的时候的 Washington Mutual 这个 Washington Mutual 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当时 那个银行 是3000多亿 3000多亿的资产 硅谷是2000多 Signature Bank 是1000多 所以呢 在周期下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观察到的是 实体经济里头风险 前期的风险 积累的集中的 是 这个就是周期的力量 这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因此 在我们看到 在我们看到股票市场 美国的股票市场 还在历史的相对的高位的时候 我们就 我相信每一个 每一个朋友 做 尤其是做美股的朋友 都会非常的纠结 对吧 这空不空下去好呢 美联储要降息了 你空不空呢 其实 我们都知道 美联储降息 是对经济弱势的一个反应 对吧 那么我相信呢 我做了这么多的量化的研究 那美联储那边几百个PhD 他做的量化研究可能比我多 但是他的结论 不一定比我们正确 因为他们屁股决定了他们的脑袋 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的经济指标 显示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在这个图里头 深蓝色的线 是我们用这个大宗商品的市场里头 各类大宗商品价格表现 波动的分化 Diffusion 波动的分化 这是我们量化处理的一个方式 我们把它的Diffusion 做一个降噪 绿波的处理 我们看一下蓝色这条线 那基本上呢 领先黄色的线 就是我们美国的工业产值 大概 6到12个月 OK 那么一般来说呢 在我们在2022年的一季度 我们观察到大宗商品的表现 出现严重分化的时候 那么接下来的12个月呢 就是美国经济加速下行的时候 很简单 很简单 那么从实际的市场的运行观测来看 我们看到能源产品 比如说Energy 石油 油价昨天 哇 现在已经跌到 好像跌到六字头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昨天晚上看了一眼 跌到六字头 但是 铜 铁 锡 铝 等等等等 工业金属 他们的表现相对的强势 相对的有弹性 相对的resilient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 能源的价格 在我们中国经济重新开放 在疫情之后开始复苏的时候 我们却见到 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一个input 最重要的一个输入量 它的价格却在下行 如果各位还记得年初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美国的投行 包括这个 赫赫有名的高盛 那么他们说 今年这个油价120以上达不住 结果现在60 真的是 很奇怪 所以呢 这一些现象都告诉我们 中国的重启影响了工业金属的需求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中国的石油的库存 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历史以来最高的 我们从俄罗斯那里买了很多油 现在我们跟中东签订了各种各样的协议 很可能 我们很快的从 加速的从中东进口油 那么因此 这一个中国重启的战略资源 我们早就储备好了 OK 那么现在呢 是工业金属呢 进入了一个 大干快上的行情